今天晚上的雅思词汇训练营 我是今天的根科助教 你的小凯太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还是老规矩 我们词汇课 两个步骤 第一步考单词 第二步学单词 我们考前一天学过了 其中十个抽考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就紧过 所以我可能没有准备课件 但是没关系 我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公平当中 把这个单词打出来 好吧 大家现在一起写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们做好准备吧 那么你们是愿意打在公平里 也可以写在我们的纸上也OK 好 而且昨天学过的单词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哪个原因可见 就发布的单词都是形容词 但是你不要担心形容词 大家知道怎么办 在雅思当中形容词 我们为了一句考试 你就记住口语当中常用 会读 知道词性 知道具体的用法就可以了 就需要去 对不起 懂了吗 好 那么我们来开始吧 OK 好 第一个单词来听我的费斯卫生证定天会 第一个单词 Hillulus 第一个单词 Hillulus 第二个单词 Misterious Misterious 第二个单词 Misterious Misterious 第三个单词 Direct Direct 第三个单词 Direct 第四个单词 Rational Rational 第四个单词 Rational 第五个单词 Romanti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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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六个单词 来考虑个大家都向往的单词 Freedom Freedom 但是这个 不是想说 Freedom 第七个单词 Confidence Confidence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些名词的话 可能我们写作也会用到 Confidence 还有下个这个单词 也是写作中 会用到的 第八个单词了 Considu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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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九单词 Apologiz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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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ctures 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口语老师很喜欢用Picturesque 不是说这个词简单或者大众 其实这个词是你觉得口语老师用的比较多 而我们大家自己用的不多 你却在口语考试中用起来 口语考试会觉得用的还挺好的 知道吗 这是一单词 Humorous Mysterious Direct Rational Romantic Freedom Confidence Considual Apologize Picturesque 这是个单词 大家下去好好背一下 好了 行 这下题有问题吗 行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音频声音 你看有个方法出来 没关系啊 不着急 英语真心让学习更高效 OK 如果大家能听到英语真心让学习更高效 可以在公平扣位1 今天的话其实单词节奏会比较快 但是大家别着急 你会发现今天的单词还是以形容词 或者是描述人的情绪的词汇添多 那么其实这部分描述人物 情绪的词汇大家知道 我们大多还是口语用的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注意用法就可以了 很多单词可能不太需要我们去背 好吧 行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单词学习 OK next one Tender 您提前任我 知道这个词的时候是在什么 网上网上网上来有一首歌 Love me Tende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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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该是这个吧 OK Tender的话就在小时 这人特别的有个文字 就是Tender 当然我们有说喜欢吃牛排 或者吃牛排这种真嫩 真嫩就是Tender 对这种真嫩 Tender也是代表着Tender 当然也可以用是TenderFour的谷标 如果我们的谷标 因为它有提出的意思 它的动词是提出的意思 因为Tender的话是这种形象 Tender就是想变 加你R里边的B孩 这桑 乱 这里 是 你 那么一步